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零七欢迎来关注的视频 我们继续来玩这个统一指挥 大家可能会发现这次这个视频的分辨率啊只有这个1080p那是因为 我这期视频其实已经这是录第二次了然后我发现了这个游戏就是全屏录制的时候 会有bug 就是他那个 画面不更新 这个游戏就bug很多对于我的录制软件来说我不知道是和我的Belligan这个不兼容还是因为他游戏本身做的毛病很多 但总之我是感觉这个游戏的UI界面啊什么的就确实毛病很多 他可能内核机制还可以但是 他这个 就是 感觉他的这个 怎么说就是这种UI社就是 也不叫不是UI这个设计是说他的 嗯 引擎还是什么就感觉他的这个 编程水平感觉肯定有限 对于界面方面的界面方面的 呃那我们这次的话就来玩这个 呃教程战役啊 其实 因为我之前已经路过一遍了所以这个 呃战役的第一关这次玩第一关我已经玩过了啊 没关系我们再玩一遍吧 我们直接重新开始教程 确定 1942年的欧洲 好这就是一个叫做会议界面啊就是他的一个或者叫做那个 战略界面就是 可以选择啊就是会有一些卡牌或者什么东西的 呃 就是他每一场战斗 继续玩几个场景 然后就会又有一个会议就是他这个这个会应该就是 机场战斗以后就会有一个这个界面啊 然后 总部参谋部啊 这个地方踢军踢军就是我们的这个 呃 总部目前的总部啊踢军就是军部 然后我们需要升级这个作战现在都是一级啊这个就是这些技能都是一级 呃我们之前在 就是刚之前的基础教程里面我们看过就是他很多技能但是需要升级才有这些技能 那么他需要我们升级一下这个作战作战能力到二级啊就可以解锁这个阳工定位攻击和后卫部队 需要50 这个叫声望啊 也就是50块钱 我们现在有200 就花50升级这个 然后之后呢我们这边有个选这些卡牌啊我们要 可以购买卡牌啊这个左边这个绿色数字表示 是购买需要的这个价格 右边这个红色数字表示卖掉需要就是 会就是回收啊的价格 一般回收价格都 会要低很多啊 OK 然后 他说要将我任意就是选两张卡牌加入这边 为什么选两张呢因为我们手牌里面只能有四张 而这一关有两个 额外任务可以各获得一张卡牌 就说如果太多的话会买了啊就会就买了我们选这样我们看一下 呃 我们选一张侦察机啊 这个卡牌可以尽量选价格就是价格低一点因为等会等会我们进进入那个战局 我再说为什么啊 卡牌可以买低一点因为这关其实用不到什么技能 然后我们再选一个卡车啊 卡车就是可以 直接啊就是 呃 使用这个就是 直接 给一辆卡车啊就是 添加一辆那个运输卡车 就选两个最便宜就行了 可以115 那么我们就 可以了 这里可以重置啊在我们确认之前这个是结束会议就确认确认之前所有的操作可以重置 就我们可以重置然后再再 改变这个就是 就是说感觉不太行我们就可以重置 然后我们可以看背景地图啊背景地图这个 红色 红色你看这里是苏军 然后绿色是蒙军 然后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黄土黄色这个就是啊轴型国啊轴型国 然后白色就是中立国 对 OK 那我们直接就开始开始会议啊 这边我们还可以切换这个详细的地图啊 这个教程战役有三三个关卡啊 分别是这个 路易斯安那州演习 啊就是 一次 最最终的演习啊就是 不会叫我们怎么做啊但是我们要击败那个 假想敌就是南军 然后之后就是火炬行动啊在这个北非登陆 那边是 啊火炬行动的上次那个 啊上一期上一期那个训练我说我记不过我忘记那个行动名字了鹅卵石行动实际上应该是登陆信息底啊 然后这个火炬行动就是登陆这个北非啊 Operation torch 这个 机有时候对吧有时候稍微会忘了一点 就是在这个 呃卡萨布兰卡 奥兰和这个阿尔基尔啊都是 法国的殖民地啊当时 现在的话 呃 卡萨布兰卡是在摩洛哥吧然后 奥兰和阿尔基尔应该是在 呃 阿尔基利亚 嗯应该是啊 啊火炬行动然后是这个 啊图尼斯 哦对 奥兰和阿尔基尔 是不是有一个在图尼斯 啊我忘记了北非那些国家确实我不是很清楚啊 我不是很清楚 就是一个是在我们在这个卡萨布兰卡登陆然后再去 从 西往东打啊英军是从东往西打吗美军从从非洲 这个 呃东北不登陆以后是从 西往东打啊就把 罗美尔夹在这个 呃 呃这一块了反正是 OK那我们直接就 啊结束会议那我们就可以 进行这个路易三纳州演习也就是这一期 我们要玩的一关啊 美国在建国以后第一次在和平时期进行了征兵然后 进行大规模的实地军事演习啊也就是路易三纳演习 啊 OK我们将评估物流国际关系原则和指挥技巧啊国际关系原则就是 就是狗屁啊在这个游戏里面不设计 只有物流和指挥技巧OK 总总司令部判检那从司令部的这个以上 眼前的形势挑战补给管理和防护能力定位攻击和阳攻 啊 对吧 他这个 告诉我们这一关就是定位攻击和阳攻是一个 好用的劲呢 当然我在 这关我实际有完以后发现定位攻击确实很好的阳攻我很少使用啊 这个是这个 啊现在是这个全面背架是个部署阶段 就是都不能动但是 呃其实单位也不能调整位置啊他只能够 只能够干嘛呢只能够这个啊 总司令部后备军啊可以购买新这个后备军啊然后添加到厂商单位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有两个军部啊一个是T军 就我们刚刚那个T军一个是第2军啊第2军的话他的 这个技能就稍微会高一些他二级工程二级作战 我们这边只有一个二级作战其他都是一级啊 这边的话就有两个 然后 我们只有三支部队是T军的分别是这个 第2 我们 其实我刚刚试了一下我调到英文以后 就明白他是个什么东西了 第3 坦克 然后cc应该是指的这个commander combat command或者什么之类的啊这是 啊第3坦克 战斗 第3坦克 团或坦克士 反正是他那个 站的一个指挥部啊是一个 师部或者是 我觉得可能算师部吧 然后这里是 是两个坦克旅但是他是步饼啊 第1坦克旅第2坦克旅他是步饼 我们换到中文吧因为其他单位基本上是正常的 就是只有这个地方 第3这个地方他没翻译啊 美国作战司令部开始他是一个这个 呃 导致 导致 确实当时 美军的轻武器啊 倒不是太缺啊 只是说就欧战的美军 欧战欧 欧洲战场的美军的轻武器其实不缺 啊主要是太平洋战场 他可能那个 就比如说 呃 呃 哪个春 Spring Fair的 那个Spring Fair的或者叫春田 他的换装慢一点啊 也不是太缺但是也是会缺就是说 还是有啊但是不是很缺但是 像坦克美军其实在二战 刚爆发的时候他是没有重视这个坦克的啊 所以 他41年的时候其实美军的坦克是 稍微有点缺而且他当时要大量的输出给英国 呃以及一部分给苏联就是主要是英国苏联可能比较少 就是他是在那个租借法案嘛所以他其实本国的 坦克 嗯会有点稀缺啊所以你看 就 就是就这么说就就就就坦克里都是步兵啊这有点难崩 然后这边有两支新兵啊是第六师和第第六部和第35部啊是一个新兵 然后我们这边都是普通普通部的经验是普通的 这边有这边也是普通的这边是一个27部 然后 一桩啊一桩 以及第2桩的 A部啊 A战场是A部 2桩是拆开的一个A和B两个部 你看这个强度4个点看到没有就差不多就是 呃一个 类似于团级战斗队 我觉得应该可以这么说就是 呃 regiment combat team啊团级战斗队这种东西这个这个这个词是在 在至少在洛曼里登陆啊在霸王行动的时候是呃被大量就是这个这个这个不叫这个词啊这个 这个作战单元或者说这种组织形式在这种组织形式在至少在那个 呃 啊 霸王行动也就是洛曼里登陆的时候是呃在大量美军大量使用的叫团级战斗队 就是相当于和德军的那个beta group和那个呃战斗群是类似的就是将 不同组织的单位拼在一起就 有既有步兵也有装甲然后又有什么机器就是说 又有炮兵什么就是把这种各种 呃相当于是叫做combat arms啊组就是 呃 就部队搭配起来 呃形成一个战斗组叫团所以在美军这边叫团级战斗队 啊这种应该是这个是雏形了因为41年当时美军并不会打仗啊所以 这个可能只是一个雏形但还没有真正的实施因为他依然是纯坦克 当然这边会加强了一个牧师啊对吧我们刚刚看了忘了看加强单位 亚坦克里加是工兵和加强了一个工兵和一个炮饼 这边是一个油气兵营 这边是一个灰狗 侦察营装甲侦察营 呃 m7牧师啊这是一个 我其实 很疑惑有点疑惑就是 首先模型我先不说 41年美军真的有牧师吗 这个游戏好像也没有那么怀孕历史啊 41年美军真的有牧师吗 对吧 美军他谢尔曼好像 哦也许还真有 因为其实谢尔曼的底盘和早期的底盘啊我不是说后面那个hvss底盘 啊不是我不是说后面那个hvss悬挂就早期的谢尔曼mce的底盘其实和 和格兰特其实应该是类似的 甚至是一样的 说不定还真有牧师因为 呃牧师就是一个相当于格兰特或者说谢尔曼底盘 然后加一个105炮吗 就不需要上面那个车体吗 铸造的时间就是那个生产时间可能会短一些 也许吧因为105炮美军倒是有很多就当时 所以应该就 然后是一状啊没什么问题 但是27步是有一个谢尔曼 加强了一个谢尔曼 美军步兵式的谢尔曼啊 其实一直到44年的早期就洛曼登陆的时期 都是使用的就是旧式的谢尔曼就是mca1 但是我很怀疑在41年美军有没有 对吧有没有 那种 我们说 谢尔曼有没有赋予到给步兵式使用啊 你看他这个装甲铝啊坦克铝都是步兵 所以我其实 有点怀疑 其实41年美军的坦克应该没有赋予到 能让步兵式也享受的 44年倒是肯定可以啊 44年的时候 44年年终啊就六月就是洛曼登陆的时候你看美军步兵式基本上都是下下有坦克 坦克营的 美军号称步兵式实际上他是有坦克营的 虽然他的坦克是 一般是mca1或者少量mca2就是那种旧式的谢尔曼啊 你看美军的装甲 装甲师才是那个 有有新式的比如mc3这种 呃新型的谢尔曼或者说76毫米炮的谢尔曼 呃步兵式一般都是使用的那种75毫米炮的 老老式的就是 被装甲部队淘汰下来的谢尔曼 啊但是人家是步兵式他有坦克啊已经胜利了对吧你是步兵式我也是步兵式我要坦克 这不就赢了吗 啊这个是其他话了就是为什么说美军在西线当然一个是德军本来就很 呃西线德军也没怎么没怎么想防御而且本来也比较弱但是 还有就是美军的装备确实是那个时候是装备压制了但是 43年42年甚至说这边是41年的演习 我其实就很怀疑美军有没有这个装备有有没有这个优势啊 啊不说了这边还有一个第五步啊五步是一个老兵然后有美军工兵加强这是一个经验最强的经验最 最最最最高的步兵啊 加强了一个工兵 这是一个33步 OK这就是我们的全部部队 但是我们可以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里两个坦克旅他的 呃兵力级别是旅哦 对兵力级别其实是一个旅级啊只有四个点就相当于是两 四个营 我觉得一个点是一个营啊我猜的因为 嗯怎么说的美军一个步兵师应该是 几 几个团三个团 二战的时候 那应该是有 至少七八七八九个营了但是我感觉他他最多只有六个营吗 可能还加强三个就是加强三个营吗所以差不多应该就是一个点就是一个营 四个营 一个旅集旅集的话我们怎么办呢我们首先第一个点开这里 我们可以购买这个美国步兵啊五五块钱一个啊 直接买美国步兵 把这两个支部队全部加强到师级规模 虽然是旅对吧我们直接加强到师级规模 啊用我们的生活 这是为什么我说刚刚要 买卡牌可以省一点因为这边卡牌 这这这这个这一局游戏 用不太上 好 买完以后呢我们还要加强一下这个就是 这种加强的部队啊这边 特遣队我们这个T军其实 他是否是我们这个特遣部队其实 倒不需要怎么加强因为我们其实已经加强了很多东西了 新兵没有必要加强新兵本来就很垃圾 他加强了其后 效果不大 所以我们加强一下这个第2军这些部队啊 我们首先给这个买一个灰狗 这装甲侦察银给 这个啊 一桩给一桩 来一个装甲侦察银 然后这一侧我们还可以讲这边的话基本都有了这两支部队还没有任何加强了对吧 我们就给他买两个炮兵啊 给步兵买一个这个1056单炮 然后再给这个 呃坦克买一个这个 自行火炮 好 还剩25点升旺啊差不多了就这样 其他部队也不太需要再再加强什么东西了 OK 那就 那就这样啊我们直接就可以开始了 这边是有支援我们这有空袭和侦察但是现在看不到他能用多少次啊我们直接开始就能看到 可是我们的回合我们是进攻方 然后我们有一次空袭啊这个空袭是每回合可以用一次啊无限使用 然后这个是侦察这个是每回合最多用两次然后 整个战斗整场战斗只能最多用四次 然后我们的目标呢首先主要目标占领利斯维尔 这个地方有一个德军的补给中心 然后德军的军部在这啊德军啊 其实是美军的美军扮演德军吗 这是演习吗 然后我们有两个额外目标一个是在四个回合之内拿下公路桥 五个回合之内拿下铁路桥 但实际上我个人的玩玩的这个游戏的话我感觉铁路桥更容易拿下来啊 好然后敌军的话都是一些有个骑兵旅啊你看 我们这个坦克旅全是步兵人家骑兵旅正儿八经的还有骑兵的我操 他步兵是他新兵啊但是他移动式装甲兵但是他的他没有装甲的那个就是他没有装甲值但是他的移动是和 装甲一样就是他的移动会移动力会高一些 新兵啊这个也是新兵 德军基本上都是新兵啊 但是他有些比如这里有些住房的这里是碉堡对吧这里住房的那么首先我们看左路 左路我们就用这两只新兵负责行的我们的 战术很简单啊就是切断他的补给 我们不进攻他因为 他三攻三防看到没有 我们都是两攻三防而且我们进攻还吃亏人家还在那个 呃城区里面 所以我们怎么办我们只要围困他 断他补给就行了 因为两回合以后 呃部队被切断补给两回合以后他就 失去行动力了就只能呆在原地 然后这里也不是我们的进攻目标所以 完全我们可以绕开的 我们先用第六部啊六第六十第六部往这里一个 这样我就可以卡住这一个点 因为他有个控制区吗 控制区 然后 这个三十五部直接 插到这个位置 这样的话 就把这一块也卡住了 这样就把他的补给切断了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德军的补给你看这个地方德军的补给就切断了 OK 好那么 现在 看一下这个 中路为什么先不管啊我们先看一下这边 右路 右路的话这里有一只敌人是筑垒了啊是有这个碉堡啊他比壕钩更更更的他是二级二级的这个 呃 就是 呃 壕钩二级壕钩就是堡垒 那么我们还也是同样的把他围困住啊 不直接进攻 步兵往前走一个 移动以后这个105就不能开炮了所以我们暂时先不打 然后坦克我们从这样这样绕一下 坦克我们从后面这样绕过去包抄一下 把他包住 呃 五步的话跟在坦克后面掩护一下坦克 这边森林森林的话呢 比较麻烦森林的话因为 呃 坦克在森林里面是没有装甲优势的他他无法展开 所以我们这样我们用这个 牧师有这个牧师的这个 坦克 使用这个火力压制 啊 就是只用 只只只射击啊 不不冲 不向敌人这个进攻只远程射击 这个需要有这个泡兵才行 啊 用泡兵 压制一下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步兵在冲这个时候是一换一啊 你看坦克优势 虽然他有谢尔曼但是没有装甲优势啊 因为他是在森林里面 所以没有装甲优势 那我们经验比他高啊 对面是森林有个掩护 换一下 这样换掉了 我们有一支部队会撤退啊 他是 呃部队损失有几种情况 一种是这个啊 就是被打成空的 但是还能够补给 第二种情况是他直接离开这支部队就像这样 他被打打出了这支部队 他会自动向最近的总部撤退 撤退完了以后会恢复啊 就是会 要么恢复到后备军要么恢复 恢复指挥 指挥点反正会恢复 这个就不算你损失 只要你的这种部队回去了就不算损失 如果这支部队被敌人抓住了啊 就算损失 第三种就是彻底损失掉就是这个部队没有了 那么三种情况分别对应的是 部队组织被组织被打到混乱 但是他没有溃散 没有溃退 然后第二种情况这种情况是表示部队组织 被打退了 被打乱了 并且他也开始就是 并且他也无法就是维持这个阵线开始往后撤退了 他会往 军部跑吗 就像是撤退 部队开始撤退了 第三种的就是直接在战场上被消灭掉 就这个 这个就是这个叫做损失啊 直接损失掉 像敌人他就是秩序被打乱了 但是 或者说是失去就是 是至少是失去那个有战斗能力了 但是他没有在他一眼留在战场上他下个回合只要补给 畅通的话下个回合他就能够重新组织起来 然后我们啊这个有灰狗的这个 有装甲有侦查营的这个坦克我们用这个 扩展移动 就是五加二七格 直接冲到这个河岸边 因为他要装甲侦查营啊所以他的这个 控制区是往外扩一格的就是啊他那个 不是 踩地的这个范围是就是占领土地的范围是往外 往外扩一格的 我们直接在这个地方修一个浮桥 这里就一个浮桥下回合就能用这样我们可以用浮桥度过去 好中路 中路的话呢是这样我们首先用 这个有工兵和炮兵的这个这个单位 我们使用这个定位攻击啊也就是 不炮协同去进攻他这个攻势啊 这样可以把他的攻势 对吧把他攻势削减同时你看还把他逼退了 而此时我们用一次空袭 在炸这里 就要又 炸退一般人你看到他消 一个点消失但是那个点往后撤了下面 炸退一般人啊 把一个营的部队炸退了 然后油漆兵这时候顶上跟他强换 强换啊 这个时候 看一下 我往前推了一个啊也没关系没问题 往前推一个就推一个 刚刚那个油漆兵那个是直接被消灭了看到没有就是他你看少了一个点面这个点没有撤退 说明在刚刚进攻的时候 就相当于是损失彻底损失掉了一个营 这边没问题啊补给是 有可能没有补给但是还好还好 然后这边 坦克如果进攻的话会有损失 并且会损失掉我们的这个 呃侦查单位所以我们绕一下 绕到这个后面了 不进攻但是不进攻啊 绕一下 然后其他地方应该也没什么需要动的了 没有什么需要动的那么我们可以 呃 我可以暂时先先结束回合啊 啊对 侦查看一眼 公路桥看一眼 公路桥看一眼 那么就是这个 这里还有一班德军 然后我们 哎我是不是用了什么 哎呦 我不该用这个侦查的我没必要用这个侦查 我把这个侦查刚刚用了一下 是不是用了 刚点错了 算了 铁路桥侦查一下 有一半 哎呦 算了其实我不需要这么多侦查 这一番 用就用了 随便吧 啊随便吧 嗯 好然后这里还有一半人啊在守着铁路桥 那我们结束这个回合 他这个其实 怎么说呢就是有时用了技能什么的你不能 他的那个 存档啊是及时的就比如说刚刚我用了这个技能我没法读档 因为他他就用他就是每个 你每动一下他就会自动存一下档 非常麻烦 非常不好啊这点我我是觉得很不好 啊看一下第2军 因为 获得一个额外的命令点数啊因为他这个有有一半那个部队撤撤到行那个里面去了 啊 看一下这个情况啊现在这个情况啊这边 再围困一个回合没有问题 他没有补给是因为这里是有概率是去补给啊他是没有没有没有关系 我们先建一个补给中心在这个位置 如果这样的话这边离离这一块离这一块近一些 一辆卡车当然是送不到的但是我们把这里减少一辆卡车 然后下个回合挪到这边来 我们先看右侧右侧的话 坦克 去 占领敌方这个补给点 然后就 卡住他了我们这边可以用泡兵 尝试火力啊就是炸一下 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没关系再炸一下 这个地方把他的堡垒炸成了壕沟啊 炸炸炸掉了一层 没问题 好然后这个时候工兵 工兵我们可以用工兵到这个 铁楼桥对岸 但是不要进攻啊进攻的话也会有损失 然后我们这边看一下 啊 呃 步兵可以去往里面突进 啊这一侧的话其实我们 可以 哦还是不行 还是不行 我们让这个 这个有 灰狗的这个 坦克师啊第1桩 到后面来 直接对步兵开炮 灰狗是被 啊打的就是 灰狗永远是 只要坦克这个里面有灰狗啊就是坦克师里面灰狗他永远是第1个承受损失的 但是他只是被打到秩序混乱啊没有撤退也没有被消灭 啊敌军是完全 就全部 被打掉三个单位 然后剩下的部队已经撤退了 那么下个会我们就能拿下这个铁楼枪 好然后这边的话呢用我们的 有牧师的希尔曼 继续对吧继续进攻 啊这里被 打掉一个坦克没有万没有关系继续进攻 这边啊这边 步兵直接开到这个位置但先不要进攻因为我们炮兵现在 移动过就没有用所以我们等炮兵恢复 希尔曼可以开到坦克可以开到这个位置来 这里虽然没有补给但是也可以先开过来 先打一轮 把这边打退但是不要进攻因为再往前面走的话 他可以 从这边就是 把这边把我们这个补给阶段本来这个地方也没有不行把我们这个退路阶段 就很麻烦了不要进攻就停在这 这边再委困一回合 嗯游戏兵这个地方可以打这边啊是零比二一般是没什么大问题 游戏兵他是 有的 这边的话就先不打啊 这是敌人的一个比较精锐的步调 第一起兵是他有二号坦克 加强 然后 同时他的这个就是怎么说经验也是普通兵啊比较强的一个单位 游戏兵打一轮 啊 没关系只是打退了 只是怎么说 打成一个空的空心点没事 那下个回合这边就会很多会有这个 啊 怎么说 呃 补给的问题了 呃再说啊再说 然后轰炸轰炸我们直接炸这个公路桥因为我们要夺取这个地方 炸掉两两队人 但是还是不要进攻 炸退两队人应该说是 侦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最终的目标点 有有一班德军 然后 我们看亚历山大港亚历山大港是一个 敌人的补给 就是一个出发点啊补给中心可以去夺取他啊可以去夺取他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眼 也有一班部队啊 那么其他部队应该是动不了了没没没得没得动了没得动了那我们就这一回合也先这样啊 对面又又回来了 还在加强这个 这个部队 好那么第一件事把这个补给啊这个卡车对吧 并到 加到这个上面去 这样就保证他之后也没问题 然后这边的话呢 他两个回合了已经已经没有任何移动能力了所以这些部队都可以都可以走了 就不管他了他这部队是就 没有用了 这边这边的话呢我们可以先把这里啊 包围起来 先不动他 这里的话呢我看一下啊 我们需要使用一些技能因为很多部队没有补给了 所以我们先给他给个补给 应急补给 然后看一下怎么打 他打一下 他直接消灭掉 然后他直接开到这边来 然后这个步兵呢我们去占领铁路桥获得一个补给 这个我们要用 因为很这个很关键我们需要用他 然后这般步兵继续往下走 看到这个地方补给也很很麻烦直接把这个补给撤掉 下个回合再 加到这里来 好然后 这边 这边步兵是出来可能 挺慢的 这里我们依然可以继续打补给是充足的 直接打掉 然后我们插下来 这个地方补给就不足了 先稍等 这里是零杠二 我们先轰炸一轮 看一下要不要轰炸 可以轰炸一轮 哎等一下 零杠二一杠一 这个有他有八八炮啊 有八八炮 所以坦克打的话会 会那个 会损会有损失 但是他因为是八八炮是炮兵所以他只在防御的时候有用啊 八八炮不能用来进攻啊 所以我们坦克只要不打他就没事 我们直接炸这个中间 这里 又炸空一个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步兵直接 强冲 好冲下来了然后直接踩上去 获得一个轰炸轰炸暂时可以不要用 然后之后我们先给个补给因为这个地方没有补给了这个置半兵要守住这个位置我们直接给个应急补给 然后这边的话也可以给个应急补给 然后我们这边 应急补给给了以后直接把这个打掉 游戏兵不要动啊 动一个 游戏兵卡到这个位置 不用不用就就就就就就这样就这样看一下看一下地形 对游戏兵就卡在这里 游戏兵动的话 敌人可以 可以可以往这走或者 往往这边走 我看一下 如果我动的话那么这也是控制区他只能走一个 这边不是控制区 这边是控制区 这边是控制区 那可以走 游戏兵可以走一个 还是不走吧 这个地方有地形优势 有防御地形优势 这边没有 然后这边啊这边 坦克一回合是吧我们直接叫个补给 继续往前打 这个时候我们坦克就可以进攻了 为什么因为我们这边 对吧 这边的部队跟上 但是他补给不足啊这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就卡着 就行了 如果让他要打的话也也没关系就挨打 然后到这边这边的话我们首先用这个炮兵继续炸一下 炸 那个没什么太多余 给他恢复要补给 白轮 好把他逼退了 我看一下沼泽地是什么效果 沼泽地 消耗两点消耗三点 战道效果 减移装甲偏移 其他的没什么用 我们步兵可以直接到这个位置来 把他卡住 这两个点卡住 这个点卡住 这个点卡住 他只能往这边走 他可以用这个扩展移动 那直接扩展移动到到这个后后方来 这样对面的这个防御就基本上是被被打散了 好然后 下回合吧 下回合 这边基本上没有就没什么能动的了啊 因为这个补给中断了直接就是用坦克把他消灭 全部打掉 这边就不用往前走了这个地方有个敌人 这班部队的话 可以往那边走 把战俘都抓一下 这边是两个回合没有补给了 再说啊 先先先先不管那边 这边的话用坦克去消灭这个野地的部队啊然后步兵 我们要准备去工程这个是城市 呃工程的话 对吧 哦对我们要把这个 指挥部要挪一下 先把能用的用了 把能用的用了然后指挥部直接开始挪一下 还有两点 还有两点 应该也没什么 对吧 能用的了 打包 到这个位 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挪一下但是稍等一下 先稍等一下 先用轰炸 把这里炸一下看能不能八八炮炸掉漂亮 炸了八八炮以后就好打了啊直接坦克开炮 直接升到老兵 坦克先不在动 呃 我操这个地方啊坦克可以上去抓人啊坦克不能抓人 只有步兵能抓人 坦克不能抓人这个地方还卡住我兵呢我操 我的兵过不来 看一下我要 准备怎么弄啊 开打 这个打掉 这边的话我们需要来空头一个补给 一比一不打啊一比一不打 然后这边的话我们绕开他绕开他 因为这个新兵其实 新兵其实不太好打这种部队 这边我其实想绕开他我不想打他 直接到这来就位吧 到这边就会等等那个泡饼 这边的话油漆兵直接吃掉了 还没有吃掉 没有吃掉没关系直接直接过来 啊 这样就全部合围了但是这边挪不进去因为 他这边有有很多战斧的地方像这种三个点的他需要 三点移动力才能踩进去 也不叫战斧吧就是溃散的不对有三点移动力才能踩进去 啊这个 搞不定搞不定 这个坦克的话 没什么用 转一下吧 这样转一下行 这边有一个敌人啊 啊对这边给一个补给补给 补给车 然后这边也挪一下 挪到可以挪到这个位置 好没有其他东西要动 对面应该会打我的新兵 果然 直接打掉三个点 并且把他击退了 应该是打掉两打摧毁掉一个单位但是有两个是 跑掉了两两个人是直接逃逃掉了 坦克能踩吗 坦克可以踩啊坦克也可以抓战俘啊那我确实刚刚知道 他现在是 被打退了所以 这个坦克是 两回合没有补给了先不管先不急 先不急我们先这个 这个是哪里特遣部队是吧 先给他 补给一下 然后用这个定位攻击 炸一轮 削减一层 然后这个坦克 哦其实我坦克不应该抓俘虏的坦克应该过来因为 这个坦克也要炮也可以用这个定位攻击算了 这是1比1这个也是1比1那我们就强换了 这个是第2军的是吧第2军的来给个补给直接强换开始 工兵直接被摧毁了 然后这个时候再来个空写 什么也没用啊 没事强换 打退一般 啊可以了已经赢了 给他给他丢个补给吧 然后这边我们可以看能不能造成更大的杀伤 这边都能打退一般牛逼啊牛逼 是不是要用阳弓聘一下呢 用阳弓试试看 这都能把我打退啊 啊 这边的话 嗯 嗯 城市严重受损 等一下 他变成废墟了 废墟是个什么效果 啊 啊 防御就是防守方更强了 嗯 就是防守方更强 用泡兵打城市的话可能会让防守方变得更强 不管了这个至少我们打反正我们打完了啊这个 连我们都站完了 他撤出去了 好全部打完了结束了 我们损失了四个单位两个那个两个损失的稍微有点多啊打得有点快了 其实有的时候后面那个被围困的德军区给不打的我 有点打太猛了 好那就多多久了是不是快一个一个小时多了 呃好像没有只有四十几分钟 嗯但是我不想打下一张了因为他打一句这个因为是我打过一次所以我就打得比较快 其实我想重打一下我感觉这这局没打得好我等一下下来以后重新打一下吧就是把损失降低一点因为我感觉 后面的关他的怎么说 他是有继承性的就是 就是后面的关关卡应该他首先我那个真就是怎么说那个侦查不应该多用掉的因为没有 然后我就点错了之后就是那个损失有点大我下 呃等会 这期录完了我重新打一遍吧这一关 重新打一遍 呃但是卡牌不一定会是一样的因为他那个一开始那选的那几张卡是随机的 那到时候下期再说吧如果有下期的话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录下期了就 马上 对吧这个 我这个放假也快结束了马上就上课了 那这期就到这感谢观看视频我是林青我们下期再见